《民主牆》 民主牆开始是一些受了冤枉的人在那贴大字报 但是到后来很多年轻人在那贴自己的政治主张 总之都是和政府的意见不太一致的东西 当时写这个东西我就知道 从此以后你不要想躲开共产党的监狱 而且甚至按当时的形势来讲可能是杀头的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把一个想法 新的想法 就这个第五个现代化这种想法 告诉老百姓 他们采取的措施就是给你安排一个绝对安静的环境 不许任何人来和我说话 差不多一个月以后你就会觉得很难受 你就恨不得去找人吵架找人打架 我就使劲踹那个门 但是看守那门就告诉我 你不要白费劲 这是上面安排的 没有任何人会跟你说话 那么这样时间长了以后 人就会慢慢的脑子会转的 就是开始转转转 就不停地转 老在一个问题上转 转时间久了 时间人就会疯 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每天要想办法说话 因为单独监禁一年多以后 我就发现我的说话能力开始退化 所以每天我要坚持拿一本书 或者拿一个报纸大声地去念 这样想要设法保留这个说话的能力 第一封重要的信 就是刚才写给彭真的那一封 那封信使我发现了一点 就是我还有一个说话的机会 就是说他们不许我和社会上其他人通信 但是我可以和这些最高领导人写信 我写的信他们会看 而且会受影响 他们当时就警告我说 这些东西你不可能带出去 按照监狱的规定 政治犯的任何一张纸都不能带出去 但是我很有耐心地把所有的信都留下来了 我就知道到他们放我的时候 肯定是他们不得不放我 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谈条件 所以我一直很耐心地十几年的时间 把这些信稿子保存下来 果然到93年他们要申请奥运会的时候 非得要放我 那个时候就是我不想走都不行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谈条件 他们要把这个扣下来 我说那不行 你要扣这个东西我也不走了 最后他们可能停了两个小时 最后司法部同意 我把那个信带出来 因为我出来以后继续做这个民主方面的工作 因为我知道我出来时间也不会太长 我得做一些事情 所以说共产党很快又把我抓起来了 对不起 我把我帮一直在强 ocean